男子在树林里看到一棵人形大树 于是用手摸了摸 这一摸却让他后悔莫及 今天为大家带来惊悚悬疑电影《尸骨代》 男主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不久前妻子意外遭遇车祸身亡 医生告诉男主他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悲痛欲绝的男主夜不能寐 甚至连小说也写不下去了 这晚他梦到了自己回到了老家的别墅 从里面走出一个穿红色泳衣的小女孩 女孩拉着他的手示意他小声点 紧接着屋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叫声刺耳穿膜直接震破了窗户玻璃 男主被这惊悚的梦惊醒了 这时他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 男人是妻子生前叫去翻修他们的房子的 发现他们的房子窗户玻璃都破了 男主觉得这一定是妻子在冥冥中指引着自己 于是他回到了老家的别墅 一天晨跑的时候 男主在路边发现一棵人形大树 他好奇的摸了摸 却没想到这一摸怪事开始不断发生 晚上他回到家惊恐的发现 冰箱上的磁铁竟然在自己移动 男主激动不已 他相信妻子的鬼魂真的回到了自己身边 第二天男主开车的时候 无意间救下在马路上乱走的小女孩 红红红红的妈妈小美十分感谢男主 而且小美还是男主的粉丝 一番交谈下来 俩人对彼此的印象都很不错 之后男主去餐厅吃饭 店长突然警告他离小美母女远一点 原来小美的丈夫不久前去世了 四千还发疯似的 想杀掉自己的女儿红红 小美为救女儿开枪干掉了丈夫 而小美的公公是这个镇上的首富 目前正在和小美争夺红红的抚养权 他敌视一切接近小美母女的人 男主最好不要惹到他 结果男主一回到家 就接到了小美公公的电话 他今天就像红红的事 被传到了对方的耳朵里 首富问男主 为什么要保护小美母女 男主觉得他莫名其妙 于是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对方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 男主觉得首富老头简直无理取闹 这时冰箱上的字又发生了变化 并显示让他帮助小美 男主觉得这是妻子给自己的指引 于是出庭 用自己的巧嘴帮小美赢得了官司 小美十分感谢男主 对他更有好感了 因为这件事 男主找回了一丝丝血缩的灵感 突然他听到浴室传来声音 走进去一看 发现浴缸放满了污水 靠拢浴缸的时候 一个女孩突然冒出来抓住他 女孩大叫着自己要淹死了 让男主救救他 女管家的到来唤醒了男主 管家说 男主恐怕是中了黑济湖的失心疯 这是黑济湖不为人知的诅咒 而且只有男人才会中招 每个发疯的男人都想要淹死自己的女儿 男主十分好奇 这个诅咒的传说 通过祖父留下的书籍 他发现这件事好像和一个黑人女歌手有关 第二天男主再次去跑步 路过那棵人形大树的时候 他忍不住摸了一下 结果这一摸让他十分后悔 钻心的疼痛直入脑门 男主像触电一般抽出起来 直到松开手后才缓过劲来 回到家后没一会儿警察又来了 原来首富老头竟然向他求和了 只要男主不管这件事 他承诺放弃争夺抚养权 男主立马答应了这个要求 没想到当天晚上 首富就自杀了 在首富的葬礼上 男主看到首富的好友白毛大叔 从他紧张的神情中可以看出 他一定知道什么秘密 在男主的批问下 白毛大叔终于说出了那个秘密 多年前有个黑人女歌手来到镇上表演 被当时还没继承家业的首富看上了 于是叫上自己的哥们强奸女歌手 恰巧这一幕还被女歌手的小女儿撞见 丧心病狂的几人将他女儿捉住 当着他的面淹死 绝望的女歌手在死前立下毒视 诅咒这些人的后代 将会亲手淹死自己的女儿 从那以后啊 这个诅咒就一直应验着 而当时男主的祖父也在场 说明这个诅咒也会应验在男主身上 小美猜想男主的妻子肯定知道这件事 他因为害怕自己怀的是女孩 所以在了解这个诅咒之后就开始查找解除方法 并且成功找到了解除诅咒的方法 但他还没来得及解除诅咒 就出了车祸 谜题答案呢 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就在两人高兴的时候 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子弹射中了小美 小美当场倒地而亡 男主追出去将杀手干掉 他知道这是镇上的人为了结束诅咒干的 因为红红呢 是唯一一个还有诅咒血统的后裔 他带着红红离开现场回到家中 不料首富的灵魂一直试图劝说他将红红淹死 挣扎间男主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通过指引 他破解了妻子留下的解除诅咒的方法 只要将减粉撒在女歌手的尸骨上 就可以平息他的怒气解除诅咒 但问题是女歌手的尸体被埋在哪 这时男主想起了那棵人性大树 他立马肯定 女歌手的尸体一定被埋在下面 于是带着工具开始挖 果然不久他就挖到了两具尸骸 男主对着尸骸 为祖辈犯下的罪孽道歉忏悔 突然身后的大树似乎有了灵魂 他挥动着树枝打向男主 这时男主妻子的灵魂出现了 他阻止女歌手继续下去 可女歌手无法安息 就在这个间隙 男主趁机将减粉撒在尸骨上 困扰这个小镇几十年的诅咒就此消散 最后男主收养了红红 这部电影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同名恐怖小说 不论是气氛的渲染 还是故事情节都十分精彩 只不过呀 电影前半节节奏稍显缓慢 而后半节又因为节奏太快 稍显混乱 但总的来说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同时电影告诉我们 人在座天在看 一切孽债皆可溯源 为了我们的祖孙后代 也不能做亏心事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